醋溜土豆丝 醋溜土豆丝是一道受到很多人喜欢的家常菜 下面我们给大家演示烹制这道菜的技巧 土豆切成丝以后放入清水中浸泡 还要加入一点白醋 浸泡大约十分钟以上捞出控干水分 我们还要用到葱花姜丝蒜蓉 盐 油 先加入一点油 葱花 姜丝 盐 让它们铺在锅底 从炒芹菜一样 水分的控制特别重要 浸泡的土豆丝尽量把水分控干 不要留下过多的水分 在这里可以加入一点白醋 但不能太多 最后加入土豆丝 盖好锅盖 按下开关键 再选择清脆炒功能 当频道开盖提示音时 打开锅盖 我们加入一点白醋 蒜蓉 处理发酱了 除了土豆丝就做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